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西口国小 我拍《芋头》那一集 这是我刚在那边白的展场 因为很难白 而且都很深深 都白到眼睛 我觉得拍这个节目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因为我从来没有拍过 我这次拍摄的主题是《芋头》 我觉得在节目里面发表自己的想法 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以前小金们因为战争的关系 所以在海边放了很多地雷 后来因为战争结束没有用到 所以就把他们挖起来 放在墙壁上做装饰 观光客也会和这些地雷一起拍照 因为我是发自内心自己的想法 不是别人跟我讲要怎么讲 我是上级国小 洪少阳 我在拍影片中印象最深刻的是 去海边玩的时候 因为我们去海边玩的时候 用磁铁吸紫砂 你不要把它拍一波试试看 就不然就没了 没有 不要拍 直接这样吸就有 看到黑色的角色 你太低了啦 我觉得表达自己的想法 不会很困难 我觉得很自然 因为只要大家看到这个很便宜 又很漂亮的东西一定会来买 我是中韩国小四零一班的文艺圈 我是中韩国小四零一班的文艺圈 去角公坑道拍的时候 我觉得去那边很好玩 而且我们在那边 还戴安全帽 然后我还跟我姐姐一起拍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 我觉得表达自己的想法 没有很困难 因为只要把心理想的讲出来就好 我觉得不自然 因为如果把这里炸开 就会绕着很多烟会空气入来 而且会臭臭的 我觉得这次出来玩 最令我深刻的是 去搭楼子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坐了 电瓶车 而且绕了那边很多圈 而且还可以拿 那个摄影机拍得紧 我觉得来小鸡门最自然的交通工具是走路 因为走路可以运动 而且如果你去海边吹水风 会觉得很凉快 这次出来玩 是我第一次拍摄 我觉得很新鲜 我希望下次如果还有机会可以再来 我是多年国小 六年一班走金展 我觉得春天就是 我 不要吃啊 我会吃啊 我觉得自然就是 春天树叶会绿 秋天叶子会黄 我觉得自然 因为培育树 因为培育出树之后 我觉得自然 因为培育出树之后 就可以防范大陆的一些空物 大陆同胞文 您很好 我是特帝君 我现在来 这里是马上过这首播音站的播音室 我在这边进行播 大声 大声就好 我是参观 我是总播言 这两三个是特帝君的 这个是穹林泰式家庙后壁风湿叶 应该是母湿 然后采用前后座 我忘记这样吗 好 老太知道吗 不知道的取手 不知道 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来赶快问老师 我们穹林的风湿叶 它也在这个地图的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要三个人 三个人一组 去找这两个风湿叶 草类还有水生植物太多的话 除了会影响水场里水管堵塞 还会让水里面的空气变少 水澡还有水里的孔 草类还有水生植物 草类还有水生植物 草类还有水生植物太多的话 除了会阻塞水管 还会让水里的空气变少 鱼就会死掉 也会影响水质 四三二 它们的排泄物会导致水有氧化 也会 也会 污染水 也会污染水 也会污染太湖里面的水 好 再一次 它们的排泄物 五四三二 它们的排泄物会让水有氧化 也会让太湖的水污染 我是老师 我现在坐的是老师的位置 我们刚刚在玩大工吹 我们刚刚在玩大工吹 好 我现在卡几次了 好 我现在坐的位置是老师的位置 我们刚刚在玩老师说 这边是五江苏林的侧房 在这个教室里 大家都要听我的 因为我是老师 这里是总冰属的炸塔 这是首尾 就是首尾 首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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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misphere 首尾 可 Schon 讀 首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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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er 這間藥局在以前很重要嗎? 這間藥局在以前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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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邊可以讓 經文人來這邊領錢 對 這個錢呢 外附在洋柚人 是一封信家一個錢 不是 我要領錢 而且我還要寄錢 我幫他看 順便給我一鐵藥謝謝 來 5 這是一個超級大的 夜間望遠鏡 而且 也是公斤耶 然後呢就是 照天機要B 來 5 而且這個 這個 這個望遠鏡是裝的 來看 月亮為最大限度 然後進行製作 好 很棒 5 4 3 2 開始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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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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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就是鹽田 我們旁邊這些鹽田都是用 海砂堆成的 這些水是海水 把海水引進來是為了 讓太陽照射 然後讓水蒸發 取出裡面的一種成分 叫做綠化鈉 然後綠化鈉就是我們所吃的鹽巴 不太好吧 買那種小小的鹽巴 買那種小小的鹽巴 這個這個不一樣 對 這個 買這個 買這個 又不是可以吃 對啊 我們來宅貨店買糖果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想要拿糖果去辦風師爺 我們挑這個 這一個糖果 然後 因為這個比較多顆 然後 而且重點是 這個又比較小顆 可以直接塞入那個 風師爺的嘴裡 為什麼牠們不喜歡那麼多鹽巴 而且 有藍藍的 然後也有綠綠的 好清楚喔 我自己看 那邊有 牠的羽毛是藍藍又綠綠的 這裡是青年農莊 我們來這邊賞鳥看麗喉峰湖 我剛才有看到很多麗喉峰湖 也有聽到牠們的鳥名聲 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牠們的草 上面有一個一個的洞 因為麗喉峰湖不喜歡牠們舊的草 所以每年來金門的時候 牠們都會蓋一個新的 我們站在這個布道裡面 這個布道是用木頭搭起的 然後還鋪上米彩的布 這是因為米彩跟大自然的顏色很像 避免我們在這裡觀賞牠們的時候 會嚇跑牠們 我們現在在針結牌坊附近的金永利鋼刀店 牠是在賣鋼刀的 這裡有很多的砲彈 然後跟一些刀 這邊還有菜刀 另外一間是做鋼刀的地方 裡面有很多做鋼刀的用具 金門之所以會有那麼多的鋼刀 是因為金門經過非常多的砲彈 例如古靈頭砲彈 八二三砲彈 六一七砲彈 還有單打雙不打 因此累積非常多的砲彈 所以我們把這些廢棄的砲彈收集起來 拿來做成菜刀 這個酒槍是用酒瓶堆成的 它用了2500個酒瓶 然後這裡是一個風濕爺 這是牠的眼睛 鼻子還有嘴巴 因為金門有製造酒 所以有很多的酒瓶 因此我們把廢棄的酒瓶堆成槍 擺在村子裡面 就成了我們村子的特色 我們除了用酒瓶堆積而成的牆之外 我們還有用瓷磚和彩繪的方式 來美化我們的社區 幫忙幫忙 跟牠一起扔了 跟牠一起扔了 啊 球是不是這 這個壞氣啊 地球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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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好像這一顆 欸 不是 好像是 對 那一顆是 這個 這個好嗎 這個 下面那一顆 有小根的 這個就是芋頭 這一顆的芋頭 然後 牠不能吃 因為牠還沒長大 通常芋頭就會一大顆 可是 牠是小小根的 像這樣 這是黑色 挖山洞吧 這是在挖山洞的機器 小阿哥在主播 這裡是小金門的酒瓶跟道 這裡是阿賓溝用機器挖的 不是用鏟子 因為用鏟子的話 鏟子會壞掉 這個是人工挖的 這種石頭叫做 花鋼岩 整個小金門都是這種石頭 這很漂亮 我也要吸 我也要吸 我們現在在吸紫紗 它它黑黑的 它黑色的 而且又可以吸 用磁鐵可以吸出來 這是我剛才吸到的磁鐵礦 上面黑黑的就是磁鐵礦 然後我們是看到有黑黑的沙子 我們才會去吸 然後就吸到了這些 這裡大部分都是白白的沙 但是我們看到有一些黑黑的 那個就是紫紗 我現在拿的是酒精測渡器 它是測量酒的度數的工具 它下面這邊有浮球 可以讓它在酒裡面浮起來 它上面是度數 我看它呢 我多少 它這個酒就是幾度 這個酒精的度數是58度 我旁邊這棟就是德月樓 德月樓就在 治安很不好的時期 德月樓建得很高 是因為要看清楚 四面八方來的敵人 德月樓四個牆壁上 都有一個一個的小洞 那個小洞叫做槍眼 槍眼的主要工程是 是為了射擊四面八方來的敵人 德月樓的牆壁是由花崗岩做的 花崗岩很厚 是為了不要讓敵人輕易的破壞 今天天氣是有下雨 而且雲也很多 完全把星星全部都籠罩在這裡 而且很暗 晚上天氣晴朗的時候 然後雲不要太多 月亮的光不要太多 就適合看星星 我們出去的時候會把它 照在天空 如果我這樣把它舉起來看的話 這就是現在的星空 這個 這個 又洗以前面這個 然後它就會有露出來 然後就可以吃 這個是颱風河 它在颱風過後 數量會特別多 很甜 很鮮奶 我吃的雞很熟 它長得很像烏龜的 所以它也叫做龜爪 它的肉很鹹鹹的 然後它要先把外面的骨子剝掉 所以有點難打 它吃的是沙蟲 沙蟲 它吃起來雖然沒有味的 但是很有嚼勁 掰掰 謝謝 謝謝 Expert 我們生火 滿喔 謝謝 謝謝 Worst values αι